沿越南海岸线骑行的第五天 今天我们在宁平 本来想在宁平这边多玩一下的 但是大家看这个天气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准备吃完午饭之后 在宁平这边浅逛一下 就是继续往下一个地方走吧 下一个地方是清华 离这70公里左右 今天天气不好 所以说少跑点 还是有点冷的 没想到在越南这边 感受到了秋天冬天的感觉 正面我看到一家小吃店 应该是卖烤肉粉的 我们准备今天中午在这吃 看看它这个好不好吃 走 刚炸出来 它那个油都在滋滋的响 嗯 非常的响 我们尝一下这个东西 它这个和之前吃的还不太一样 这个是纯色纯白的这种粉 这个的话是木瓜醋 酸酸甜甜的有点感觉 就是这个样子吃 蘸一下 嗯 非常的爽口 然后这个是肉 哦 满满的一个肉饼 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五 五 六万 七 八万 六万 六万 十八 十八 十八块 哦 好便宜啊 这个比我们在口岸吃的便宜了整整一半 一直听说越南的咖啡不是很出名吗 前两天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喝一杯咖啡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喝的 在路上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叫 highlands coffee 就是这个高地咖啡的 它这应该是个连锁品吧 看着这个装修啊 这个还挺好的 然后我们又进来点了一个套餐 嗯 一个小杯的这种咖啡 然后还有一个小法国面包 里面加的是芝士还有鸡肉 这一份套餐的话折成人民币差不多是 十一块钱 十二块钱左右 炼乳的 炼乳的还是甜的 哦 好甜啊 但是它这个咖啡的那个味道 会比前几天的也好一点 这个法棍 这个是小法棍 这个真的好吃 很酥脆 看 芝士 鸡肉 很酥脆的法棍面包 真好吃 好嘞 往这边走是吧 他们也是去那个 送给你来 对对对 然后坐了个摩托车 我们到了这个熔冻这里啊 然后天气确实不是很好 然后看到这个池塘 荷花什么之类也没有开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还要爬楼梯 然后一直上到这个地方 主要是今天天气实在是不好 所以说去的性质欲望不是很强烈 然后风景的话也非常的一般 门票三十块钱一个人 两个人六十块钱 倒也不是说那么贵 我们在路上走着 就是路过这么一片湖泊 应该是湖泊或者河流的一个区域 然后这边的话就有点像桂林那边了 好多人在这划船的 前两天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就是宁平这边有一个地方划船特别好玩 应该就是这里了 但是今天还是天气不好 就是它这个景色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如果说天气很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值得来的 也很好玩 他们也可以自己划 也有划船的船夫也可以帮你划 就还挺好玩的 这个水的话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 这边水还是蛮清澈的 这个时候也开了那种紫色的荷花 很漂亮 我们路过一个湖泊 看到对面的山上 有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 但是走进了之后 他发现大门紧闭进不去 我们现在到了越南的中部左右了 它这边的房子就没有说 像北部那么装修的好 你看好多这边的房子又矮又小 然后外部也没有进行过多的装饰 而且这边的路的灰尘上 也比北部要大一些 没有那么干净了 虽然说它看着也还行 你看左边这些房子里 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 然后这个时候天已经差不多快黑了 也没有几家亮灯的 这些有可能都是外出无工去了 我们现在到了清华市了 然后出来吃晚饭 刚刚在旁边那个小吃 看到还有这个饼 这是日本的机器吧 应该是 显示是日元令和五年 日本的机器 然后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味道 然后我们叫了两份粉 这一个粉的话 一个是9块钱 一个是12块钱 看着还不错 满满当当的 看着就非常好吃 反正到了越南就是各种粉 它这个有点像那个蛋红糕 然后好吃的 里边是芝士 还有一个那种肉的那种 肉辣条式的那种肉 夜晚小吃摊 然后烤玉米 烤红薯 然后加上这个毛蛋 然后在路边看到一个 又没有见过的一个小吃 这个上面有点像 就是感觉样子有点像披萨饼的那样子 但是它的皮 这个底是薄脆 然后上面有一些 什么肉馅吧 应该是 然后这一份的话 是折成人民币6块 尝一口 味道有点偏甜 然后上面是火腿肠 不是肉 经过我们这一周九月时间住下来 我们发现越南这边的旅馆 基本上就是价格在60到100元左右吧 就是这种普通的家庭旅馆 其实环境的话都还挺干净的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